袁天平刚刚给我打电话说他回荣昌了 现在在出游网吧等我 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两天了 有两天了 三天 今天三天了吧 拆现了啊 看一下 拆掉了 拆掉了 也好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差不多了 还有钢针现在取不掉 还要等两三个月 哦 这里钢针也看得到 对 还要等两三个月 那赔你钱没有啊 现在还没有 知道会赔你 这个医疗费他现在也还没有给 现在他有 知不知道会赔你多少钱啊 这个我心里也没底 也没有底啊 对 要看他的家庭条件 那回来以后啊 这个你是在哪里啊 就在网吧里面睡吗 对啊 在哪个网吧 就这个网吧 那边我也没去 那边原来那个网吧 现在关掉了嘛 没有了嘛 那我昨天过来没有看到你 你经常出去吗 二十三 昨天我没在这里 昨天我在那边 那接下来什么打算呢 你这样 我想去找一份工作 看能不能找得到 轻松一点的 现在把生活搞 生活反正这个 生活反正自己要承担下去的 这个不可能天天这样 这样玩起来的话 也没意思的 就靠这个手好的话 可能要半年左右吧 还有第二次手术要三个月以后 应该要给你 给你这个费用啊 你工作不了 肯定到时候 到时候肯定要算在一起的吧 医药费和那个生活费了 还有物工费了 什么营养费这些 应该有一点的 肯定有肯定有 应该有的 到底多少那个就不知道了 你现在这个手上毛个工作啊 能上啥工作 就是像那些餐饮里面 能端端盘子了或者是 端得了吗 谁会要你 我开餐饮我都不要你这个手 万一出了第二次出了问题怎么办 就我想试一下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的建议啊你先回家 修养 先把你这个事情处理好 该怎么赔偿啊该怎么这些 你要用心 对 你在外面你找不到工作的 而且我也不可能把你养着呀 对呀对呀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事实 对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就说也不可能长期在外面的话 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现在工作没有的话 只有回到老家去养一下 养一段时间 等到第二次手术做好了以后 好了 做了第二次手术 可能要也要休息一个月到 一个半月左右吧才能工作 我这里啊有一个叫星月四品哥的 上次看到你的情况 他说再碰到你的话 给你一千块钱 然后呢 我 你就拿着这一千块钱 你先回家去休养 你在外面你找毛个工作呀 你找工作 这个手肯定应该是 餐饮里面应该是不行的 我想了一下 干重活的话也肯定不行的 重活的话这个手费 第二次受伤的话就麻烦大了 多都不说了 好的 我觉得一千块钱 要不要一次性给你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用不用 最多给一半就行了 给多了的话回家我老爸 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老爸一直不买菜 就是那个泡菜坛子 泡菜 买了一点猪肉 就这样天天吃那个 天天吃那个 又没有营养 回家好好休养 对 我先给你五百 买点菜了 这些什么东西的 要买一点 你没钱了 你再给我发短信 好吧 好的 那起来 我下去换 换钱 我现在没有钱 以我如果这一次不是新月视频哥帮你 我最多拿一两百块钱 你自己回家想办法 不可能 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 没钱了就来 今天晚上 自己住哪里啊 吃网吧 也该睡一下网吧 我不给你开招待所了 对吧我不能 每次一来我就 好吃好喝好住招待呀 还要给钱 好到了 我认识的朋友这里来换一点现金啊 哎 老板 有没有险间 五百以前都可以 这个 这个是一千给你还是五百给你 五百 五百吗 回家省着点用 不然的话 你拿一千块的话 一上街买菜 完了 现在的肉这么贵怎么买啊 自己数五百 一 二 三 四 你不感谢一下支持你的人吗 新月视频 新月视频啊 感谢各位新月视频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啊 大哥支持你看你不容易 然后呢也是希望你变好 把我这五百给他保存到啊 下次他没有钱的时候 我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给与不给 抽大钱门吗 好不要给我了 不要给我收了 那这个视频就 现在的烟就是十块以上的了 没有十块以下的烟 买不到了 那就先拍到这里啊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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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